早上好,我是肖子哲 我想来表达一下我的感恩之情 对生命的感恩 对我拥有的事物的感恩 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力量 我其实从小就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就会去发现我自己拥有的一些小小的东西 不是说一件物品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我可以今天下午不用做什么 就有一点自由的时间可以出去走走 然后那种自由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没有 也不能这么想 我更多的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觉得 这是一件很幸福很美好的事情 然后我想先提一下为什么想聊感恩 是因为当我每次内心是充满着感恩之情的时候 我发现我是快乐的 我是幸福的 我是开心的 我是满足的 没有任何的消极的情绪 然后我也从很多其他的人身上学到了 比如说Don Johnson就是The Rock 那个巨石强森 然后还有J.Cole J.Cole也是另外一个收藏歌手 还有很多 Oper Winfrey 还有很多很多伟大的人 就他们也就教会了我 真的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拥有的事情 和已经得到的和完成了的事情身上 把这些注意力全都放在这些事物上面 你的生命是幸福的 你的生命是满足的 你的生命是开心的 反过来很多人都是反过来的 很多人他们拥有很多好的东西 不管是物质还是身体健康 还是很好的关系 但是他们还依旧不开心不满足 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自己想还要得到的东西 而没有的东西 这导致了我们很多人就不开心不幸福不满足 对这些都是我比较 我希望是通俗易懂的一些说法 然后我想换个位置 你看这个地方超漂亮 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喉咙有点丝呀 对有时候我早上跑完步之后 我会自己在小区院子里走 然后就跟我能听到的鸟说话 我希望没有碰到这个耳朵 希望没有影响到这个麦克风 对我就会感谢他们在我的生命里 我也不能说是在我的生命里 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生命里 只是有的人现在走了 有的人现在来了 也不单单是人 我是说生命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是永远没有间断的 它是一直都在流淌的 我就会感谢鸟儿 感谢花儿 感谢树 它们存在在我的生命 给我有所陪伴 如果我假想 生命中没有鸟儿 没有听到鸟叫声 也看不到鸟儿 就是体会不到它们的那种生命 体会不到它们的那种自由和活力 我内心的力量也会减少 所以我非常感恩鸟儿的存在 更别说我的家人了 更别说我亲爱的朋友们 然后 对我每次这样去想 我就会特别开心 对我今天早上 我就想稍微的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的打鸡鞋 不要那么的激情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时刻都想听到激情 我更多的是想 给大家一种陪伴和温柔 很多人可能心情不好 然后心态也不好 在处理一些麻烦的事情 在度过人生中 一些比较难熬的时刻 我想给你们一些陪伴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告诉你 你现在在经历的 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特别是磨难 磨难让我们成长 磨难让我们变强变更好 对我希望我刚刚的麦克风 没有受到影响 现在的画音质还好 你看太阳出来了 哇 太美了 太美了 今天是6月21号 今天是星期二 我要去我爷爷奶奶家 哇 我好开心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都能开心 满足 感恩 加油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